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適逢4月23日世界閱讀日 澳門群力支付中心針對澳門閱讀風氣 提出多項政策建議 期望推動社會良好的閱讀風潮 中心副理事長陳嘉良表示 目前澳門的閱讀風氣仍然需要加強 我們閱讀的表現、閱讀能力方面 我們都看到尖指的學生 尖指的表現是非常少的 尤其去到最高級的 往往Pizza來說只有0.6% 1%都不夠 所以我們最高端的反思方面 的閱讀能力是不足的 另外 中心亦都建議 建設全澳電子化圖書館網絡 將近有利於閱讀資源的推廣 進行電子化服務的革新和整改 可以幫助不同規模的大小圖書館 提升它的服務人質 令到服務種類都能夠豐富起來 同時 圖書館的常運作 也能夠貼近我們現代人的生活模式 增加我們的閱讀動機 培養我們的閱讀習慣 為塑造一個全民和城市 氣氛打下一個比較良好的基礎 MHC MH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